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卫明律师事务所,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Everyday谈美国大学录取和排名问题 那么今天2023年3月30号,是所谓的Everyday,什么意思呢? 美国大学这个常青藤盟校,像哈佛啊,耶罗啊,等等这些学校会统一呢,在这一天放榜,提出这个录取的结果 学校录取分成有early decision和regular decision等等,对吧,像这样啊,当然有的学校呢,有的就叫early action 但基本来说呢,就这两步,有提前录取和正常录取,那么今天呢,就算是正常录取的这一天 当然不同的大学不一样,比如有的学校,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杜克大学,释迦哥大学等等 都前一段已经公布了录取结果,那么今天呢,是Everyday,是这个常青藤大学 公布正常录取的日期,这个呢,每一年都不一样,略有出入 但一般来说呢,都在三月下旬 几年以前呢,我的女儿啊,在这么这个Everyday这一天呢 她曾经被耶鲁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录取 但是呢,后来都没有去,因为她决定呢,去这个MIT 还有一些常青藤学校呢,比如说哥伦比亚啊,等等 其他学校,当时她也没有申请 那每一个人呢,有自己适合的情况 那我们在这里呢,希望讨论一下 就是说,美国大学的申请和录取 因为很多办美国绿卡身份的人呢 他也都是为了自己啊,或者孩子的这个教育发展 我们律所的公众号,每本每高留学指南 在这个美国攻略网站和我们的公众号 以及我们的视频上面都讲过很多 关于美国的教育,大学申请等等 这里呢,我们再讲一下 包括我个人的经验和教训 经验角度来说呢,我是马里兰大学毕业的 当时录取的时候呢 马里兰大学那个时候排名可能比现在还要低一点 自从录取了我以后,后来排名提高了 然后呢,那么这个感觉呢 这个还是比较幸运的 当时呢,也没有说决定说呀,再复读一年申请说排名更高的学校 这个决定应该也还是正确的 那在美国呢,很多时候排名并不是那么大的影响 比如说,你不是说啊,这个人是哈佛毕业的 普林斯顿毕业的 我来自这个密西西比亚拉巴马 这个好羡慕我,好高大上 一般没有这样 一个人呢,自己的proud 这个自豪这样的地方 然后呢,也有自己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如果说从教训角度呢,我也曾经有排名方面的教训 我在乔治城大学法学院上学的时候 当时呢,选择实习的律所 那当时收到了若干不同地方的机会 夏天实习的offer 当时呢,那就根据排名选了一个 那里排名最高的律所 但是后来发现呢,并不适合自己 首先呢,这里面还有不同的这个 chick,比如说呢,那一个律所 它在美国不同的城市都有办公室 那我选择的这个律所的华盛顿办公室呢 并不是律所的一个主要的主打的办公室 相应的呢,要么说不受不那么受到重视 或者说呢,不适合个人的发展 那当时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说法 有的说呢,你这个选定一家呢 就不用在这个split 那后来感觉呢,其实也并不适合我的情况 那美国的律所呢,比如说 合并啊,这个分拆啊 也都是常见的事情 也有就排名比较高的律所 忽然一夜之间解散了 像这样的也都有 那么比如说呢,这个排名本来就是一个人为的事情 对吧,那大家也都听说过 前一段时间,这个UC伯克利还有哥伦比亚大学 后来呢,被发现在排名中 要么说叫造假 要么说使用了一些不合适的数据和方法 后来呢,要么就被排名被取消了 要么呢,就排名一下下降了十几位 有这样的dramatical的变化 那总之呢,我们的意思是说 在美国呢,这个大学排名相对来说 我们认为本身就并没有像在中国这样重要 那更重要的呢,还是一个个人的发展 另外呢,这个专业应该也说比学校的排名更加重要 那比如说说到一些热门专业 像计算机专业 那就更是所谓叫英雄不问出处 只要看你能够完成工作 能够有这个技术 比如说呢,在湾区当地的这样的规模比较小 没有什么名气 无所谓排名的学校 也有可能呢,就业比一些知名的大学还要好 那总之呢,这个说的直白一些 排名不能当饭吃 有一些人呢,不管是学生还是家长 对于排名可能过于看重 相应的呢,可能会适得其反 我们的感觉呢 就是在美国成功的道路很多 一个是这比较宽广 另外呢,也机会就一直都会有 比较长 不是说就一次定终身 比如说呢,奥巴马原来就是上的一个Liberal Arts College 这样的文理学院 后来转到大学里面 那拜登呢,原来上的是特拉华大学的本科 在本科期间大概排名在倒数四分之一 后来上了法学院,上的是希拉丘兹大学的法学院 也都是排名可能比较靠后的 然后呢,他在这个法学院里面呢 也排在可能倒数五分之一左右 像这样 那但是毕业以后呢 他去了自己的家乡特拉华州 没过几年,还不到30岁的时候 就成为了美国国会联邦的众议员 那这也是一样例子说明呢 这个大学的排名 你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 上哪一个大学 可能有时候就决定你会在什么地方工作 哪一个大区 然后呢,会和什么样的人交往 和什么样的人date等等 但是呢,总体来说 还有很多可能更重要的因素 在决定你这个大学生活 是否快乐 是否有足够的收获 以及此后的事业发展 我们的意思呢 是说现在呢 我们看到比如说一些 就像前面讲到这些IV Day 那肯定呢 很多人还会失落 因为录取率呢 只有5%左右 大多数这个长青藤学校 那95%的申请人 可能都不能被录取 但是呢 这个从长远来说 不见得会影响了个人的情况 那如果说这个持续不断的努力 应该比一时的成果更加重要 就举一个例子呢 我们都知道这个Zoom 他的创始人是华人 那这个袁征 他当时呢 办理美国签证 前后七八次都被拒 但是呢 继续努力呢 后来终于拿到了签证 到美国的第一年就开始工作 抓住了当时的机会 然后呢 后来成为非常成功的这个企业家 我们在这里呢 这个看到就一样 很多的中国父母 以及学生 希望呢 在美国来被好的大学录取 这个当然是人之常情 但是呢 美国好的大学有很多家 这方面呢 可以更多的增加有这个信息 那你可以在很多学校 比如说排名前一百名 两百名 这样的学校都有机会 取得成功 那比如说前面讲到转学 那么也有一些人 从Community College 转到UC Berkeley 或者转到其他排名高的大学 也有这样的成功的经验 例子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讲的是 Ivy Day 谈美国大学录取和排名 我们律所呢 除了帮助申请人 取得各类的绿卡 签证啊 移民身份的批准 我们也帮助一些申请人 取得了美国的中学和大学的录取 有更多的这方面的问题 或者希望讨论了解 这方面的信息和经验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